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我们要绝续你的话语 圣灵求你光照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 使我们每天活着 以你的话语赐予我们生命的指南 谢谢你爱我们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子弟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 取自以以赛亚书第63章 第7到以赛亚书第64章第12节 主题是赐罪 一个未信主的人 怎么样才能相信上帝呢 首先 圣灵在那个人的心中动工 使那个人知罪 并知道自己需要一位救主 然后甘心乐意地 接受耶稣基督 为其救主 一生跟从基督 这个过程显然是圣灵的作为 唯有上帝拣选和呼召的人 才能跟从基督 人因犯罪 使人灵里眼下 不想 也不能够有力量 来寻求真神 圣灵使罪人 心中感到不安 人就会知罪 而向上帝认罪 这时候我们来读 以赛亚书第63章 第10和11节 他们竟被逆 使主的圣灵担忧 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 亲自攻击他们 那时 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 摩西和他百姓说 将百姓和不养他全群的人 从海里领上来的 在哪里呢 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 在哪里呢 来我们看六十四章 第八到第九节 耶和华 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你 你是姚将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耶和华 求你不要大发震怒 也不要求永远 记念罪孽 求你垂顾我们 我们都是你的百姓 在贝鲁之地的 以色列人终于知道他们犯了罪 悖逆了上帝 他们 察觉到 他们 都像 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 都像 不畏的衣服 他们都像 叶子 渐渐枯干 他们的罪孽 好像风 把他们吹去 这时候 他们才意识到 上帝 那满有慈爱的上帝 上帝 像 以色列民 所行的 是有大能的 这恩 是造作上帝的 怜悯 丰盛的 赐爱 赐给以色列民的 当以色列民 处在 苦难中时 上帝 不是 害 死者 可是 他亲自 打救 上帝 以他怜悯 施爱 来救赎 他们 在 第六十三章 第九节 记载 是上帝 在古时的日子 常常 怀抱 以色列民 怀揣 他们 当以色列人 想起 并意识到 他们的罪孽 和上帝的 良善 使他们 就 全心全意地 向上帝 呼求 呼求上帝 不要止住 对他们 爱慕的 心肠 和怜悯 因为他们 称上帝为父 他们也 恳求上帝 不要大发震怒 不要永远 纪念他们的罪孽 他们求上帝 垂顾他们 因为他们是上帝的百姓 在被卤之地的时候 以上帝的百姓 赤罪了 主人 弟兄 姐妹们 我们的上帝 是伟大 圣洁 又是公义的神 当以色列人 当以色列人 不顺负 他 的时候 而 违背 上帝的 怀疑 上帝就 惩罚他们 使他们 被辱到 巴比伦 然而 上帝 也是 充满 慈爱 与怜悯的神 当 以色列人 认罪 的时候 上帝就 赐下 怜悯 而 纪念 以色列人 他就 释放 他们 这里 弟兄 姐妹们 信主 之后 您 对 罪恶 敏感 吗 当 您 做出 不讨 上帝 血 的 事 得罪 上帝 的时候 你 会 心中 感到 不安 吗 你是 不知道 您有犯罪 的 冲动 来 满足 肉体的 情义 当 您犯罪 的时候 牛逢 请求 圣灵 来 提醒 您 可 不 热 热 被更新 吗 如果你 所有的答案 都是 佛 那很有可能 你还没有 尽力 重生 还没有 尽力 生命 转变 因为 圣灵 还没有 住在 你的里面 让我们 恳求 上帝 连累 我们 而 立即的 接受 基督 耶稣 成为 我们 个人 救主 我们 祷告 亲爱的 天父 我们感谢 你我们 学习 里的 话 多少 时候 我们 也 向 以色列 民 我们 虽然 得救了 可是 我们 常常 会犯罪 得罪 你 求你 怜悯 施恩 于我们 记住 我们 每天 读经 祷告 圣灵 提起 我们 提醒 我们 若我们 犯罪 的时候 我们 要 治罪 神灵 也 使我们 的 心灵 感到 不安 让我们 认罪 天父 也 请你 教导 我们 有 渴慕的心 热热 愿意 被你更新 活着 讨你 血 的 生活 谢谢 你 听我们 的 祷告 我们 祷告 是奉 靠 耶稣 基督 的 名 阿 们 愿神 赐福 大家